在家一边做事一边看那个视频 正好看到跳到一个在中国做推销的 什么加盟店啊 推销老人的什么药啊 还有那种健身器啊 然后他现在做视频出来 你们看一下 以后啊老人家真的不能相信那种推销 他都说了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那更多的这种勾心斗角啊 一些欺诈忽悠画饼啊 套路啊这些东西 你可以讲讲这方面的东西 假的假的都是假的 就像我之前卖家政卡也是的 就可能是你充值一千块钱 可能是滑到每个小时三十五块钱一个小时 就喊一个人 如果喊一个工人去帮你打扫卫生 可能滑到三十五一小时 但我如果让你提高价钱提高到一万 可能只需要二十五 就让你一个小时就便宜十块钱 就原本假如你可能只能做个三百次三百多次 变成做可以做三百五十次这种 然后就是跟老板算怎么怎么省钱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然后就让老板从一千块钱的充值 变成一万 这理发店有很多是这种啊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会跟你 肯定是之前有承诺 但是我们的传统其实都是口头传统 我不可能给你写纸质的 对 因为这种东西如果纸质的话 虽然哪怕你告我民事责任也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也会心里难受的对吧 所以我只会跟你口头这样说 告诉你给你专业的那个工人去啊 都是有培训过的啊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都是随时来来的阿姨什么的 很多很多 就国内很多就是这种那种家政公司的 其实阿姨他们的阿姨自身有没有健康症啊 有没有什么育儿扫症啊 月扫症 还有那种保洁工啊什么 他们的专业就是 其实可能就是他昨天的面试下午就去上班了 你说的是 女主管 在接下来就是做的 我做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外卖品牌 就是后期就一直做的一个行业 外卖品牌它具体是什么一样一个业务呢 就因为像中国现在就是 外卖行业比较发达 因为年轻人上班嘛 不可能说是每天带饭干嘛的 手机下单20块钱一份饭 你就可以吃到饱 然后我们就是属于那种 就比如说你正常一个人 你点开你的外卖 你可以搜索父亲上家 哎呀今天中午想吃个什么饭 我又想吃什么黄焖鸡呢 还想吃个盖椒饭啊吃个什么 然后我们的我们所做的就是 让你我们的店 就是在你所打开的页面当中 排在前几 然后以此来吸引老板 然后就拉他们来入 不拉他们把放弃自己先做的那种 我们觉得不好的 哎呀你挣不到钱的东西啊 或者怎么样 变成跟我们合作的品牌 比如说我 就随便举个比方啊 比如说我现在的名字叫肯德基 然后我做的非常好 然后就把我的那种 比如说我在武汉光谷那家店 做的特别也好 就拿去给老板看 给他看那个数据 给他看那个店 一个月做了多少流水 然后他的那个 进店下单有多少 然后老板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他的毛利是多少 他纯利是多少 然后以此来吸引别人 然后让他把现有的店铺给关掉 然后直接给我一个加盟费 然后加盟我这个品牌 然后我们公司找运营来帮他做起来 这个听起来 里边好像有东西 是真的为这些小商铺老板好吗 嗯应该来说是为我们好吧 公司的话想要就是加盟的老板多 因为最开始的第一个公司还没上市嘛 然后之前肯定是希望有更多的老板 就是来加盟 主要全国各地数据多了嘛 然后以后做的数据就漂亮 然后就是将来就有上市的可能 然后对于我们销售来讲嘛 那肯定就有钱 然后对于老板来讲 其实如果我良心好一点的话 我会跟他说 你再等等最近没有什么好评 如果说当时确实压力太大的话 全业绩的话 对死的都能说成活的 等你这个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 也是做得非常好吧 因为确实有老板跟我是试证到钱了 可能是他跟我做了五家店 只要有一家店是挣钱 然后但是那个老板就比较信任我 然后就是后面就是跟我加盟了几家嘛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死的店铺比较多 死的店铺比较多 对就是可能有成功的人 但那个人不一定就是你 但是你是赚到钱了 对我是觉得赚到钱了 OK可以透露一下当时你的业绩的状况吗 因为我刚刚确实我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啊 也不太懂 然后第一个月工资比较低嘛 因为底薪我们底薪是三千五百块钱 然后就是算比较低的 纯靠业绩 然后到后面平均上来来讲 高的时候三四万 差的时候一两万那种 真的还不错 对对于我所在的城市来讲 应该算是还挺好的 就完全能体现你的工作努力啊 对看到大哥 比如说注意到大哥喜欢吃什么烟 下次进店的时候就给他大哥带两包烟 看到大姐比如说喜欢吃奶茶 喝奶茶 喜欢吃什么外卖 直接给他点一份带过去 或者给他买点什么东西送过去 然后拖近乎 就有点像中国社会那种人情 事故那一套 对他喜欢聊家常 我就跟他陪他聊 虽然我也没结婚 但是我就能就是跟他聊 然后让他就觉得 哎呀大妹子啊 你太懂我了什么之类的 对他想发财 我就给他做梦 就告诉他你跟我以后 明年可以开五家店 后年可以开十家店 你完全不需要管店 后面你就可以直接招一个人过来 帮你管理你的几家店 你就可以直接挣钱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俗冲这样的是吗 对 像从 其实加盟费就普遍降低了很多 但是前两年的话 你三五万的加盟费是最低的 奶茶的加盟费 十五二十三十都是有可能的 但普通外卖店的话 就是起步也要个 二九九八三九九八 这种这种钱 嗯嗯嗯 然后当时你在一个人最无助的时候 你跟他说 拨一把 你看只需要投更少的钱 因为我们当时加盟费比较低 就是六九九八嘛 就六千多块钱 我说你只需要投这么一百点钱 算了 你就可以加盟费的品牌 就可以把你之前欠的钱啊 或者干嘛 全给赚回来 你想这个人老板 他可能全部身家也没有太多 他现在就等待一个机会 如果你恰巧有个好的项目 你推荐给他 他真的靠你赚钱了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对 但是如果你当下 这业绩压力比较大 你就胡乱给他推荐一个项目 他因此赔光了 仅存的身家 你会不会有些良心债呢 有 那重点聊聊这块可以吗 这个其实会逃避 什么意思 如果他做的好 肯定会说 哎来我们店里 我们再聊聊下一个品或者干嘛 你就会很高兴的过去 但如果他做的不好的话 你就放任不管 因为确实是 嗯 我只是一个负责推品的 后面有专门的运营 然后有专门的售后 就是每个人就分工不一样 我可以 推卸责任 嗯 告诉你 你可以让运营再帮你改一改方案啊 看看怎么做起来 或者你可以去找售后 看看能不能推你钱 但你找不到我 因为我只是负责推品 我没有强制你做这个品 嗯 就是一个推卸责任 其实也是你们的惯常的做法 好业的潜规则 对 如果说你这个人 给我的感觉很好 或者干嘛 然后可能就是说 推荐你 就是最近不要跟我们做了 因为最近确实没有什么好品 你再放一放 嗯 然后也可以告诉他一些 稍微真实一点的数据 但也不会讲这么详细 毕竟干这行为怕被人骂 嗯 然后但如果你跟我关系很不好 然后你又表现得自己 好像很高高在上 那不肯你跟谁 你倒霉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所以你刚才的又是送烟又是送奶茶 其实只是你们的套路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只是一个套路 很难去真正跟一个商家 给你的目标去走心是吗 对 但我之前走心过一个阿姨啊 对她特别好 因为我正常只是负责 呃去推荐品牌或者干嘛 然后那个阿姨他们家是 那个阿姨是尿毒症 嗯 她老公是一个脑梗 就是后来就变成行动不便 就是走路有点歪妻女伴那种 然后家里面还有个八十多岁老太 然后就是当时店里面只有一个兼职 然后他们跟我们做了一个品 那个品前期确实是振脑前了 嗯 然后我每天就是自己中午不出去吃饭或者干嘛 我就立马骑个电瓶车去她家帮忙打包啊 然后帮忙干活之类的 帮她也干了不少活 那个阿姨也帮我介绍不少客户也确实感谢她 嗯 但是她后来问我借钱没还 大家看完了吧 就看那个 呃 推荐那个小姐不是说的吗 都是假的 所以老了嘛 你们以后呢 就是不要去信那些推荐员的花言巧语的 嗯 像我们法拉圣不是这段时间也有个女的说 骗人家六十万三十万 还有十万五万的 那那个女的去死了 那些钱是讨不回来了 所以呀 就是 这真的是老了 呃 生活费都没了 嗯 以后不要相信哦 花言巧语的人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